你剛才提那幾個荷蘭的經驗 其實我那時候本來就想去跟那個營隊人分享說 未來的西亞案是什麼 然後我就提了幾個假設 證成功票打敗荷蘭人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變成一個水果 然後你看整個西亞案包括整個營家案 證成是糖、證成是鹽、證成是稻米的一個 這麼一個豐富的一個故鄉的時候 但是我們現在這些東西 我會把它做出來 所以談到稻米 各位,台灣人這句俗語 我說台灣人這樣吃台灣屁股 最早種水稻的經驗 發現稻米的經驗歷史有多久 好,國際本來是一個類似新台灣之子的新社會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值得我們去觀察 就是過去整個殖民時代 我們從葡萄牙時代 甚至於說在基隆、淡水那個地方有馬街 有些類似英國的 還有包括法國的 還有包括荷蘭的 還有包括類似來自中國的 來自於日本 甚至於日本完之後 我們有來自於美金的一些媒眼 我說台灣這個島嶼上 其實我會覺得說 太陽是會讓全球化 但是未來有一個現象 它可能會變成東南亞化 而且各位可能不喜歡去接受它 甚至於說有時候 我們會看到我們對東南亞 特別對越南或是怎樣 有一些歧視或是怎樣 比如最近就有 上次回家裡的時候 牛長老師給我一個新聞 中國時報說 那個越南的代曜心 怎麼樣會影響台灣 然後最近那個山水米 不是有被發現 它插了一些越南米 然後最後有人會擔心說 那越南那個成績 會不會影響我們 甚至於在台中 也曾經發現有些議員在執行說 越南 越南緊媽媽的小孩子 是不是 或是 發展上 對 發展上 那 基本上這些東西都有可能 但是 我想 就第一個 就一個 人 人道 或是就一個 所謂每一個人的一個隱私 或是對一個國家的鄭重 當你還沒有發現 一個很切實的科學政績之前 其實這些東西是 不應該透過媒體 或是透過一些所謂的公共人物 公眾人物 多一些 一些 一些議員民代 包括立委等等 去發表這些文章 我認為說 基本上其實 是 非常不恰當的 非常不恰當的 因為我們去看看 目前整個台灣的這樣的人口結果 你就可以發現 那個新台灣支持 已經 在台灣 已經是 未來一個很大的族群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類似來自東南亞 包括印尼 包括 包括 泰國 或是菲律賓 越南的這些勞工 都超過我們文字 那如果說 各位有機會到 中壢貨物車站 陶遠的貨物車站 甚至於說 我們嘉義士的貨物車站 也有幾家 那個賣那個 印尼 還有印尼卡拉OK的 我們要感謝那個 李永祥老師 每次回來 李永祥老師都在一起感想 其實呢 我也是有 我基本上我是有說 他影響 我這幾天來 我對 這個兒子的東南亞 這些朋友 在台灣的一個現狀 我是有一些 真的 我是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 那這些呢 事實上 我們都必須要去看的 那我提整個 台灣的歷史的發展的時候 其實 要想告訴各位的一個現象是什麼 就 台灣 這樣的一個地理條件 台灣這樣的一個政治條件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海洋文化 那談到海洋文化 其實 我們就必須要 感到 非常羞愧的說 就好像說 我們吃台灣地球港 我們 號稱台灣是個海洋 但是我們對海洋怎樣 不友善 不友善 而且又不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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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各位 裡面有幾個人真的出海過 出海啊 出海啊 坐船啊 就是坐船啊 或者會去海邊游泳啊 或者怎樣 玩水 去坐騎鯨的船 不算 不算 有去散鯨啊 有啊 沒看得到鯨 也有去那個綠島嗎 所以說 我就在想說 因為我這幾年來 我曾經 今年那個 毀濟 毀濟這個國家 我不知道各位 他是非常小島的國家 然後他們 出現了好幾個 非常棒的航海礁 然後這個航海礁 就等於說 他們這個航海礁 就好像說 我們那個賽車所 或是說你在跑馬拉松一樣 你跑過幾趟的 那個42K的馬拉松 然後做了紀錄的 然後這個航海家 等於說 他在用這個無動力船 船 走了六百海裡 或是六千海裡 然後航行了幾個月 這是一個紀錄 然後這個航海家的紀錄 有十次 或是二十次 那 我就 我就問了我一些朋友 包括我回到東市 我回到 我今天跟布袋的朋友 我還要跟一些野屬的朋友在聊的時候 我們就開玩笑說 如果台灣有航海家 那看張童花算不算 但是我們也覺得他不算 他是一個透過航海的企業者 那我們也會說 那我們的海洋作家 廖基先生呢 他好像也不算 他寫了很多有關於海洋文學 但是 他有沒有說 透過海洋 然後去航行 然後去紀錄 那 當然有一個人非常可惜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已經過世的一個畫家 畫家的兒子 劉其偉的兒子 他曾經開了一艘航船 然後去航行 那很可惜 我們在台灣的路程 航程的時候 竟然一下爆後不見 然後整個破掉 然後後來這樣也沒有繼續 就等於說 航海這個經驗 在台灣 就非常簡略的 變成什麼 補儀跟釣魚 那如果說各位喜歡釣魚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次到那個 蘇澳漁港 我跟一些海釣的朋友 然後從那個漁港 然後透過那個小船 我們就 從這個漁港 那個漁港 類似這樣子 我們就從那個漁港 然後來到這個瀟漁港 就那個漁港 喔 你看 我在那裡看到有什麼 都是垃圾 我真的是 當然這個也 不只是那裡 就是有人會說 東時的那個魚人馬 那個 這邊是很乾淨 然後走到那個 那個 黃蜂林的土壤 就非常戰亂 對 阿朗一古道也都是 也都是喔 對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我們怎樣來對待我們的海 其實我們都沒有去珍惜它 然後我們一直拼命的要往外跑 說我們要去看希臘 我們要去看哪裡哪裡 一直要去引邪 然後我們從來沒有去想像說 其實 台灣這個島嶺 就很值得你去用你的心之基底線 所以說那時候我就提了說 其實我們應該 多去培養一些航海家 但是很可惜 台灣幾個類似跟航海有關的學校 包括高子的水 那個水產學校的水智學校 幾乎都活不下去 然後那個 基隆的那個海洋大學 也一直在轉型 我覺得真的是很可惜 那台灣你看 整個這個島嶺 我們的登山者 高啊 很可惜的前置指那個 李小子先生 那他最近剛好是有一個 李小子的個展在鋪製 那個 美麗 對 然後我去看 真的是很可惜的一個登山者 然後他本身也是個藝術家 然後為了治療他整個在整個 醫師創造過整個 那個阻塞 還有那個幼翼 他竟然應該去爬山 他希望透過山的這樣高度 沒想到他竟然愛上山 然後去旺照醫師 然後去爬山 很不幸的他竟然也 跟山永遠在一起 那這樣的一個登山者 然後這樣的一個航海家 其實在台灣 我們很可惜 我們是很少 很少說 要用國家的力量 或是用教育的方式去培養他 因為這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各位如果說 從這裡面可以看到很多書 包括日本時代的 包括過去的英國在馬街時代的 一些探險者來台灣 紀錄福爾摩沙 包括楊南進先生去翻譯的 這些日本人 其實他們在整個登山 在整個航海的過程 去畫了這些圖 就告訴我們什麼 第一個他們是個探險者 第二個他們是個國務學家 第三個他們是有宗教情懷的 而且他們這種宗教情懷 我就是要提到這一點 就是說我們的馬祖 而是我們的王爺的信仰 都是什麼 不過各位可能就是 當然我講這樣可能是很初俗的 就是說寡筊嘛 然後我們又要去求財 又要求起我們的公民 然後甚至要求大家樂的名牌 所以說簽自己有時候 那個大家樂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那個土地公 還是那個王爺可能就是非常勤 然後有時候那個千土都輸了 搞不好就會幫我把它燒掉 那我剛才會提那個 類似那個 北港那個五度公 那個流浪國的那個經驗 然後包括台灣社當的大妙心學 其實我是希望說 整個一個台灣的西海岸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整個馬祖的信仰 包括王爺的信仰 對整個西安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各位可能都非常熟悉的 包括整個你說朝天宮 或是新港的奉天宮 或是嘉義的 公子的那個 公子 它有一個馬祖廟 就是那個本港口 港口宮 港口宮 對港口宮 還有包括北門的那個 南坤神廟 南坤神廟 對對對 你看南坤神廟 那像這些 其實我就希望說 它應該會有 希望它開始去印一個 新的宗教人員 新教人員 就是早期 中古世紀的時候 紀錄教 我們也知道說 紀錄教它在整個一個 教派的發展過程裡面 曾經發生很多 政治 或是整個教義上的 一個 新舊派的一些鬥爭 那當然我們現在 絕對不是說 武力說 用武力上來解決 或是 因為我們已經進到一個 非常科技跟武力的 那我們是不是有一些 新的倫理 比如說 好了 那個 那個 我們的那個 南坤神 它是不是可以成立一個 南坤神的 航海家床墊 我想就是會這樣辦的 然後那個 我們的北港的朝天宮 或是跟那個 新港的奉天宮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什麼 海岸之地 我們把我們的馬祖 就像那個 李小子 背著那個馬祖 進他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聖武風是不是 我們把我們的馬祖 我們到阿姆斯特他 借好了 這樣 對啊 這不是非常棒的嗎 當然我們知道說 一趟的航海 其實說真的它 第一個要一艘船 第二個要有這些 航海家 這些 這些 連地 那其實這些都是要信念的 絕對不是說 一致可成 那像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 很多這些 這些廟 其實它都有一大 那個 然後現在它每一個廟 好像在 在 類似在新建地一樣 都要把那個廟 越建越大 越大建 越大建的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要去 好好去思考一些問題 那另外呢 我想跟大家 談的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海水淡化的問題 那我會提海水淡化 就是說 也許各位 沒有去感受到說 台灣未來 有可能是一個淡水 缺滑的地方 譬如說 我們淡水會不停 我們淡水不准會來 這幾個原因 一個是說 我們整個山林的破壞 水庫 然後我們水庫 也越來越 汽水一幾年 然後汽水量 也越來越少 那加上 我們整個建設 都水淋化 譬如說 我們那個整個保水量 也越來越少 那再也就是包括 我們的 靠海的地方 也都是開始淡化 那加上極端氣候 所以說 有可能 就是 圍道福岡正信的 九線 沙漠化的年代 但是 處理這個一個淡水 我們現在政府就是說 我們是要去 建水部 要把它圍起來 那其實不要忘了 海水淡化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源 就是 你看 我們的淡水裡面 用了最多的水 其實百分之七十 再百分之八十 是給水用的 農業 其實農業用來是比較多 工業差不多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說 我們把海水淡化 其實這些水 可能沒有像 那麽好的品質 只說讓人可以喝 但是 你就可以解決 我們的農業用水 跟那個農業用水 跟那個農業用水 不會有問題 不會有問題 因為它原度已經脫離掉了 但是它不是還是會有殘留一點點 我告訴你 即使 你別忘了 我們的植物也需要怎樣 所以說 一些老農業用水 他們有時候要去海水 要去海邊挑沙 對 對 其實植物的生理 跟我們等的生理都一樣 那需要為量的一種 有一點這樣的為量的一種 對整的植物來說 是非常棒的 而且是需要的 所以說 像有些老農業 他們在種田的時候 特別喜歡 海通過後 然後去跳一些喊沙 來農 那其實就是要什麼 要理念那個美跟難 那就是為量的一種 那海水淡化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它就可以解決 我們剛才所說的那個低層下限 那個超說那個地下水的問題 不過我剛才說過了 今天抽地下水 全台灣大概從北到南 還有包括工廠 全部都在抽嗎 絕對超過兩百萬以上 搞不好還不值 那這個問題已經 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 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既然它是個社會問題 既然它是個政治問題 所以它應該是個公共的問題 所以它必須透過怎樣 公共政策去處理 那你公共政策去處理的時候 一個這麼好的資源 在你旁邊 你為什麼不用他 那當然有人就說 那開水庫才有三千萬四千億 才有很多錢可以花 那另外它是一個政治問題 不在我們今天的談論話裡面 我們今天只是從一個 自然條件來看說 整個台灣未來 它有沒有可能去發展 一個分架 那如果說我們從整個一個 旗艾來看這些 還有我剛才所提到的 從整個一山 那從一山我相信 大家會更熟悉 就是一山 包括二以山下來 曾經是台灣一個最重要的 什麼 快夢的世界 那以前我們 曾經跟戴春碧先生 辦了一個題目 就是希望說 尋找十七的阿里山 我能夠把阿里山找回來 那我剛才說過了 我們今天在看待一個 這樣的一個 自己跟一個發展 它跟過去的整個台灣殖民地的發展 殖民地的發展 殖民社會的發展 我們已經被四百年來 這樣一直在剝削 這樣剝削 那今天假設好 我們把台灣這個地方 當作我們 安身地面的地方 那我們就必須思考說 一百年後 至少 你的孫子那一代 你需要他變成什麼 如果你覺得說 整個從一山阿里山 然後到這個佳岸平原 到整個這個海岸 到整個這個海口 甚至說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 去談那個外山頂座 我就更更往前的這個外山頂座 那外山頂座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過 沒有 沒有去過 有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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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人在賣兵 對現在有人在賣兵 沒錯 但是外山頂座的問題是出現什麼 它整個飄山 整個外山頂座的面積是怎樣 在巡洒當中 它本來是整個那個 引領 從山頂座到東石到布袋 到那個江津 那個北領 它是個非常好的天然屏障 但是這個天然屏障 那也是一道天然的黃坡體 但是這個天然的黃坡體是怎樣 漸漸減少 為什麼 因為整個潮流改變 潮流改變 還有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六千個星間 六千個星間 第一個海堤 第二個六千 那個索溪要用水 就整個濁水溪在那個集體那邊 射一個藍河裡 把水都截掉 那你水截掉的時候 本來濁水溪口 它透過那個河澤水 被把是怎樣 打沙帶到那個地方 外塞頂座 其實就是 濁水溪口的重機梢 現在那個沙也怎樣 沒有 而且現在怎樣 它一直在飄逸 從北往南飄 它就是泰藍的 你這可以想像說 這個大自然的變化是水造成的 這大自然的變化 既然是人所造成的 到最後大自然 這二果是誰要去接受的 就是我們 所以說 我們今天去談 一個山海城市 為什麼說 我想借這本書的標題說 過去就過去了 失戒了就失戒了 但是我們也沒辦法 找回我們的未來 我就提了一些 我的想像 我的想像 那啟動就是 污水道的一個治理 那我很想各位 來看看這一張 這張照片也許 有些人看過 有些人 也就是那個 因應的 美音典的 那個農曆的 六葉 放水 那個炊廠 口服 就是在清朝的時候 他們曾經發生過一次喊笑 然後導致了將近三千人 所以他們每年就 在這個時間的時候 也在這個時間的時候 就會做一個開炊廠 那目前也是被整個文件會的 那個五險文化資產之一 包括西港的那個王妍廟 台南西港 那你就可以想像說 過期呢 整個這個西亞岸 他也曾經受到很大的一個 一個瘡傷 那一天外當然 西亞岸的哀醜就不用說了 那一天外當然西亞岸的哀醜就不用說了 那一天外當然西亞岸的哀醜就不用說了 我很想秀這張照片 本來是一個非常 很像諷刺的意思 但是各位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他那個 今年的那個 教育部光完幾年 他有辦了一個 活動 這張都看得清楚了 他本來叫做什麼 台灣夏至二三點五 因為北迴規見是二三點五 對不對 然後他本來叫做夏至的音樂會 你看他英文叫什麼 那即使呢 這也是會有趣的 我要提這個 就是說 整個海岸的 就是說 西亞岸現在呢 也有好也有壞 那有人就會說 其實西亞岸呢 就是從過去的北迷的五角邊 到台市七線 這叫公路叫什麼 包括現在那個 台西的六親 叫什麼 癌症公 癌症公 所以說 連我們交通部呢 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就cancer出來 就tropical cancer 這是反錯嗎 不打錯 還是打錯 不可能兩個字打錯 我不曉得 因為他是個活動 這是他們的 這是他們的banner 不懂英文 他就歌曲 center center 中心嗎 應該是concer concer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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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管怎樣 我覺得這個臭 也是臭得非常有意思 故意臭肚 你不覺得嗎 就是 我想 透過他來讓大家 去思考說 整個一個富爾摩沙 他到底是怎樣 我包括 我包括 所謂的地層下陷 海裡面上升 我包括 消失的外山頂桌 我包括 人口外移 我包括所謂 新台灣支持的這些問題 那這些呢 都曾經是 在這個 我們所謂的這個 山海城市裡面 靠海的這一段 那另外其實 在愛山公園這邊 就不用我再講 我想這幾天 各位 咦 告一期 音樂都忘了 明雄 明雄 郊七喔 嗯 郊七 明雄那邊 交流到整個音樂 交流到整個音樂 十四甲 不知道不知道 古人中寫 嘉義是 全部橋都封掉 地下到底 對啊 我們這樣 就好像一個孤島 沒錯 所以說 我一直在強調說 為什麼說 三海城市 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地理氣味裡面 其實沒有一個地方 對不對 可以深附獨立的 還是獨立這件事情 是大家很渴望的 但是就一個地理條件來說 它是息息相關的 它是息息相關的 包括 也許我們看到外山頂桌 然後它還消失 但是它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在佐裏西的上游 是有問題的 那佐裏西的在上游 就是哪裡 其實就是一山 就是說 我們從一山頂 然後到佐裏西 然後到六千 然後到出外口 到外山頂桌 它又是一個脈絡 然後我們從整個阿里山 然後官方所講的到處國 然後一直到中埔 然後到嘉義市 到水巷 到經過八二或是一二八 到鋪子 到東子 到出外口 它又是一個脈絡 那我們從阿里山 經過台山頂 經過大埔 經過正門水庫 經過烏山頭水庫 然後蘭西 逸簡 然後一直下去 就是斜甲 西港 然後出外口 曾文西也出外口 你看 它又是一個脈絡 你看整個 佐水西 的脈絡 還有整個那個 北港西 布子西 還有曾文西 你看這幾個西 它剛好 衝擊的一個平米叫什麼 嘉蘭平米 嘉蘭平米 沒錯 所以你可以想像 其實整個嘉蘭平米 而且嘉蘭平米 在一個地理位置上 最中心的層次是哪裡 嘉義市 嘉義市 沒錯 但是 很可惜 自己嘉義市的人 從來沒有去提說 嘉義市是嘉蘭平米的地理中心 我當然不做 所以我現在有把說 嘉義市是愛宇山下的城市 但是我那種最還不夠的 就是 你的一個 幻蟲 我有時候開玩笑 說 我們必須要 當你治理一個鄉 或是一個鄭的時候 你要把它當作一個國家 當作一個國家 當作一個國家 你這樣可能去思考 很長遠的問題 你如果說 我只是一個鄉長 我只是一個市長 那我可能四年八年就走去 拍拍拍拖就走 但是如果說 你把它當作一個國家 你是這個地方的房地 你是這個地方的總統 你可能說 我必須為這個地方 打造一百年兩百年的歧視 我那時候這個政策 才會很長遠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說每一個人都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整個台灣的公共住這間 絕對不是今天這個樣貌 就是這樣沒錯 我們就 把一個非常美麗的一個 海岸線 平常會變成癌症公路 而且會變成Tropical cancer 我想這個是 也許是諷刺 但是不管怎樣 它是一個事實 OK 那我想呢 我今天的這個 整個山海城市呢 我大概是 用一個這樣的一個 故事呢 來跟大家分享 那就留些時間 看看大家有沒有一些小孩 一起 雖然大家 今天不是很多 但是也許來很多 我們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好